这几个星期来 我一直跟你研究探讨时间 上不第的时间 然后我告诉你说 你要顺服上帝的时间 因为上帝的时间不可以动的 当然要让你这件事情 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 你就要忍耐顺服 原因呢 你动一动上帝的时间呢 你会把时间拖长 反而招莫的更加严重 所以你选择顺服上帝的时间 让上帝的手自由运行 让上帝的子异进行 然后第二呢 我就告诉你说 原来上帝的时间是可以享受的 因为上帝顺服你 只要你看得懂 明白上帝的时间 你每一天都在享受的 无论在什么时候 你可以享受上帝的时间 上个星期一呢 我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 其实你在上帝的时间 你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所以我们不必去 追求怎么样明白上帝的时间 我们只要相信 我们只要承认 我们只要 接受上帝的时间 把自己交给他 其实你已经在上帝的时间上 因为看过你 保守你 他必定给你最好的 阿们吗 今天呢 我们要来看 怎么样推动 上帝给我们 有一个自由 这个自由是选择 或者在他的时间里面 享福 或者在他的时间里面 受苦 什么样的情况 你会享福久久 什么样的情况 你会 嘿呀 受苦来受苦去 都到处出入 那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 所以各位姐妹 怎么样去推动 Promo这个字眼呢 有推动 有促进的意思 就是怎么样 使到上帝的时间 快一点 使到你痛苦的时间 快一点结束 使到你的 享福的时间 可以延长一点 我们来看 看到 哎呀 又再忘记这个 我的字不好 请大家 自己开身体 来 生命记第28章 第1至6节 我们也读 生命记第28章 整章 但是如果我们读整章 你自己回去看 我们只选两段经文 来 来 来 这个思想 生命记第28章 第6节 这里说 你若 Deuteronomy Chapter 28 Verse 1-6 你若留意 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 祂的一切 皆命 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祂必 使你超天下 万灵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 地追随你 临到你的身上 你的城里 必蒙福 你的田间 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生畜 所下的 以及牛肚 羊群 你的框子 都必蒙福 你的框子和你的团面坟 都必蒙福 你畜也蒙福 入也蒙福 你看 这里呢 圣经要我们思想说 其实上帝的时间 是要赐福我们的 但是 只要你懂得抓住祂的运行 其实你在上帝的时间 可以享福的 我们一起去读读报告 主圣灵 我们求告了圣灵 感动而丢结你的心 让他们明白你的旨意 今天开始他们的生命要被释放 从今天开始要在你的旨意里面蒙福 谢谢你去祝祷祷告 奉耶稣基督而成名求 断经文奇事告诉我们说 你可以推动这个时间 使你蒙福 你可以选择走蒙福的道路 可以了 Key 关键在哪里 就是你若 专行他一切的结论 这一切的 但是倒反来看 在二十八章 十五到二十节的时候 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看 Euteronomic chapter 28 verse 15 to 20 这边说 你若不听从耶路啊 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 祂一切的节律律略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在以下的咒诅 都必追随得你 临到你的身上 你的诚意 必受咒诅 在你田间 必受咒诅 你的框子和你的团面团 都必受咒诅 你身所生的 必所产的 以及牛肚羊群 都必受咒诅 你处也受咒诅 如也受咒诅 也万一你的行恶 离去你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事上 使你咒诅 扰乱 责罚 引到你 直到你被毁灭 处处的 处处的灭亡 对不起 你看到两个不懂的结果 在于什么 在于那个人 对不对 其实上帝 对他的儿女 都是要祝福的 上帝造你是以爱为本 什么意思呢 就是爱你来造你的 所以上帝爱你来造你 就是决定 已经决定要祝福你了 在上帝的时间里面 每一个儿女 他都给祝福的 但是那个儿女 要不要跟他的祝福的道路走 来蒙福 就由你选择 所以你可以推动上帝的时间 你可以推动上帝的时间 当你蒙福的时候 你要怎样生活 使你的蒙福更加长 我们来看 你顺境时 其实我们的生活 只有两件事情 顺境和 bed time和困难 顺境和秘境 两个问题 就两个生活而已 所以在顺境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顺境可以多长 上帝的应许告诉我们 顺境可以长久 真的是蒙福到 世世代代的 永永远远的 我来看那句话 上帝记 佑多罗密 第十二章二十八节 这里说 你要谨守 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 行耶文化 你神 看为善 为正的事 这样你和你的子孙 就可以 什么 就可以 永远享福 再一次的话 就可以 永远享福 太好了 这句话 不是我讲的 是上帝讲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 信主的人 可以 永远享福 世世代代享福 一生一世 享福的 今天来到教会 上帝已经庆福 你的生命开始改变 你已经走向顺境 走向顺境 所以教会的同姐妹 我看到 差不多 几乎所有的都一直在改变当中 越来越好的 不会越来越坏 当然越来越坏的话 有一些的问题展示 都是越来越好的 当你在好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我来看 第一 当你在顺境时 你要 感恩 你再来说感恩 看圣经文 却上欧尼迦全书第五章八节 Testadonium First Testadonium First Testadonium 五章八节 这里说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上帝所定的旨意 神要我们感恩每一天 而且 祂在我们生命里面 已经定了这个旨意 就是要我们天天过感恩的生活 感恩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感恩 为什么定义 定义的意思是 祂要你 命令你 一定要这样子做 每一天感恩 当你感恩的时候 你就会有满足 大家说满足 满足足 弟兄姐妹 每一天赎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使我们心里没有满足 其实上帝给我们很多东西的 为什么人 不能活着蒙福的生活 就是因为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感恩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生命里面 不会缺乏很多 我们所缺乏的不是缺乏 而是我们要的东西得不着 是不是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得不着 因为那些不是我们东西人啊 我们咱们渴望那些人家的东西 我们没有的东西 或者我们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我们向往那些东西 使到我们不能享受 我们每一天我们有的东西 所以师兄姐妹 如果你懂得享受你每一天所有的东西 你的生命是充满着喜乐的 想想看 你有什么 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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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边有什么 你现在有饭吃吗 有 有健康吗 有 有家庭吗 有 自己关系 很好 有工作吗 有 有耶稣吗 有 有教会吗 有 你去吗 什么 你没有什么 大车 大家说大车 大车 你没有大物 大物 你没有多一点老婆 大家说多一点老婆 你没有多一点钱 你在想这些不是你的 不应该是你的 或者是上帝不想给你的 所以受苦吗 你要怎么得到盟福 这生命 除非你懂得感恩 当你满足的时候 你就开始喜乐 那我很想 喜欢做一件事情 那我不是有很多的东西 那讲到物质呢 我不是很多的人 你也知道 我没有一样产业 是我自己的 这辆车也是弟兄 送我家的 没有 没有人自己 没有人自己的东西 不只也是住的 但是我们一天晚上 睡觉之前 我的心里面 在想 想什么 想我上帝给我的东西 我上个宝贝的儿子 我的亲自帮我好 然后 哎呀我真的 有做好的教会 对我准备生命改变 人性 耶稣 我教会帮到好多多人 好多的人 想到我生命的那种 活着的意义 想到耶稣 基督竟然提拔我这个 第一件 罪恶 污秽的人 我常常这样子思想 我的人生 上帝给我的恩典 我就开始向主来感觉 主啊我感谢你这个 主啊我感谢你那个 当我感谢完了 我躺在我的床上的时候 我就想 就这样子睡着 很平安 一点忧虑都没有了睡着 所以我可以判断我自己 是一个喜乐的人 因为我满足 我真的很满足 我很喜乐 为什么上帝要你感恩 当你懂得手算的时候 祂是叫你 为什么叫你感恩 因为祂叫你看祂给你的东西 而叫你不要看祂 不要给你的东西 因为你看祂不要给你的东西 你也得不到 反而你会自欺痛苦 所以你选择在主的旨意里面 享福 主的旨意受乎 不是你自己选择的 当你在顺境的时候 父亲们应该常常感恩 感恩你有的东西 你的心里面充满喜乐 我告诉你 你是个门夫的人 而且常久不及 对吗 第二 当你在顺境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 大家说 食风 感谢主 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第16章3节 6 chapter 16 verse 30 路加福音 耶稣讲了一句话 他说一个苦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就是爱他的 就是众这个亲爱的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 世界 我们就是钱 就是世界的意思 那耶稣叫我们侍奉 当然因为 为什么有人在圣经的时候要侍奉呢 有几个好处 第一大家说 当他事奉的时候 当他事奉的时候 他就不犯罪 他就不犯罪 一个人上面赐过你顺境的时候 你开始钱多起来 你开始这么收拾起来 那个时候就开始要来 中国人有句话 你有听过吗 温饱 温饱是盈益 温饱是盈益 温饱是想的一些 想一件坏脑筋就出来了 肚子饱的时候 肚子饿的人会有坏脑筋的 吃饭早饭吃都没有时间的 哪里会有坏脑筋 通常那些好一点 那些才有坏脑筋的 所以在好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是你自己圣洁 多多做主公 在主里面 这个就是最大的好处 当一个人有时间聚会 就没有时间犯罪 对不对 LGB的口号 对不对 有时间聚会 就没有时间犯罪 所以多多聚会 你就少有犯罪了 Amen 师奉的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大家跟我说 师奉 师奉 是我们 父上加福 Amen 当你师奉主的时候 上帝的赐福 更大的领导你 你越多师奉 越多祝福啊 有哪一个师奉的人 师奉到几张张 我跟你讲 不会的 师奉的人会越来越好的 如果你在主的旨意里面 真的 一定的 你还没有好 我看你醉 你说我现在还不能 我告诉你 想想看以前 如果我要验 很多东西可以验 我想想 我在想以前 我什么样的人 你忘记了你以前是什么呢 现在你的生活 你的家庭 你的一切都在改变当中 你是多么喜乐 多么满足 多么没问题 对不对 以前多么大问题 头大大了 整天睡高觉 你忘记了 那时刻 你在改变当中 你在蒙福当中 这时候就是事奉 越事奉越多 就喊越事奉越多祝福 越事奉的话 又有能力 越事奉越少犯罪 当你少犯罪的时候 这些咒诅 这些罪的同胞 就不能临到你 所以呢 你的生命蒙福更长 第三 当你在顺境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 大家看 追求的时候 追求 追求 那这句话 你就喜欢了 马太福音第六章三 三戒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马太福六章三 圣经里面 耶稣说你们要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耶稣说 当你在 和谁的时候 祂祝福你的时候 你应该专注在什么 追求上帝的国 和祂的义 当你越和谁 你要越追求 你看圣经里面 所有那些 忠心 世共主的人 他们在 好的时候呢 他们更加敬畏神 不是好的时候 跌倒 很多基督族 导返 又好的时候跌倒 没有好的时候 常常来教会 一好起来 是不能来教会的 没有不好的时候呢 常常祷告 寻求神 读圣经 你好的时候 不读圣经 不祷告了 好的时候 要追求更多 当你好的时候 要世共主 聚会 崇拜 把多点时间 给祝 读经更多 祷告更多 使你亲近神更多 大卫就是 跟我不一样 大卫往圣经里面 他说 趁我可以寻找耶和华 我快点 寻找 他说 我喜欢在上帝的殿里面 一天多过在二人的群中 千天万天 就这么奇妙 上帝就是爱大卫 为什么呢 因为他懂得在他顺境的时候 敬畏耶和华 他在坐在王宫上面 他即刻想到耶和华 他要看看 我的上帝那里可以坐在帐篷里面 我要为他建个殿 上帝再一次祝福他 他说你感动了我的心 我要给我建议你的家庭 我要建议你的王位 我要建议你使你附上家户 祝福他 为什么 因为他在和谐的时候 顺境的时候呢 有主的心 大家说有主的心 有主的心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在顺境的时候 要感恩 要侍奉主 要追求 当你顺境的时候 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其实你在延长 你的顺境 大家说延长 延长 你的顺境 你会延长 你的好时 阿们 为什么一个人 在顺境的时候 要更加属灵 因为当你在顺境的时候 更加属灵 你就可以延长你的顺境 使到这些咒诅祸患 不能领到你的生命当中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这两个星期来 我看到一件事情心很痛 跟我一起念神学 跟我一起长大 故事来了 在我的念神学的时候 他在服事的时候 长大的女文词 一个很聪明 在学校考试 很高分数 在神学院考试 很高分数 我比他差很多 真的 我高兴 一个我属灵的长辈 一个教会一些事情 离开了教会 机会也没有去 整个人垮了 现在进来 进来我看过他 就underdaker 我看到他 没有看到我心里面在想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 上帝提花 他本来是一个小贩 成为尊贵的祭司 像我这样子 在我讲台 就是为什么 在顺境的时候 在顺境的时候 经不起考验 今天你在顺境 你在顺境的话 我是我们更加属灵的时候 是我们感恩 是我们顺境延长的 所以上帝说 你的顺境可以来到永远 Forever and ever OK Princes and princess le happily ever after 这个假的 上帝告诉你 你的蒙福是 蒙福到Forever and ever 是真的 所以 你要怎么做 你要抓紧这个 keys keys 在以后谁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现在你要做什么 现在你应该更加属灵 好 别急往上 告诉他更加属灵 享受长一点 那你属灵的时候 就有一个情况 上帝保守你 你在上帝的保守 上帝的光里面 上帝的祝福里面 就没有罪的咒诅 没有罪恶 没有灾祸 领到你 你要延长这段时间 you have to extend this moment 延长这段时间 让你的祝福 是长久 直到你世世代代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Amen 好 我们来看 那人生是这样子的 人生不如一之四 四十八九 对不对 所以人生啊 总是有 bad time 困境的时候 我们来看当我们 处在困境的时候 来 接住啊 可以动吗 看看 没有不要动 不用啊 你们不要动 OK 感谢 我们可以动了 扑你净的时候 我在困境 你不要动 叶薄记 我们来看 周 十四章地间 叶薄记 人 为夫人所生 日子短少 多有 悍难 出来花 又被割下 非去如意 不能存在 哇 叶博谈了一个人生 一个很大的真理 他说所有夫人所生的 妈妈生的呢 日子都是短暂的 然后多有犯案 出来如花 好像沾花一线 接下来就被割下 完全的消失了 飞来如影 看好像看到了 但是抓不到 就这样子消失了 生不带来 死不带气 就是我们的人生来的 那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是有的 这个不如意的人来自哪里 可能来自你直接罪 可能来自外在的人的罪 天灾 人磨 事件末了的时候 那个意言要发生 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 我们必定会面对病痛 灾磨 缺乏 这些东西产生 那这些东西产生的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就逆来顺受啊 不一定啊 其实上帝给我们 这些他的儿女 有应许的 Prosis 应许 他应许我们什么 他说我们可以 长久的享福 而且我们可以 求告他的名 所以呢 当你在bad time的时候 困境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 他在跟我说 祷告 祷告 祷告非常重要 祷告 看圣经啊 马来福音第 第七章十一节 马来福音第七章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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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记载说 在你天上的父 岂不更 把好东西给 求他的人 他在告诉你 耶稣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的天父要帮助你 你天上的父要 赐福要改变 求告他的名的人 那对我姐妹 圣经里面记载说 一个比喻 他说有一个快的光 没有人机会的 也没有良心啊 但是因为一个夫人 有冤 一直敲他的锣 来生烟 三四天都这样子做 这个光啊 烦了 被逼为他生烟 然后耶稣讲一句话 你天父不是比这个光好吗 难道他不将更好的东西给你吗 那对我姐妹 耶稣在告诉你啊 你的天父是心软的 看不看你可别讲吗 天父心软的 天父心软的 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做 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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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啊 主啊 我告诉你天天这样子祷告 一直不断的祷告 加上你的祷告 我告诉你 用准备 你的天父一定帮助你 他说 他一定将好的东西 给求他的人 所以人在困境的时候 不要去别的地方来找天父 人在困境的时候 你应该做的事情呢 不是慌张 不是埋怨 而是祷告 第二 当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我来看 他就说依靠 RELIE 依靠 依靠 看圣经啊 诗篇第一百十八篇 第八十九件 诗篇一百十八篇 第八十九件 圣经这里说 投靠耶和华的 强势依赖人 投靠耶和华的 强势依赖王子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当你依靠耶和华 跑过你依靠人 你依靠耶和华 跑过依靠王了 人会背负你 人会季节 人自己都搞努力了 怎么帮助你 人是不忠心的 人 不会长久让你依赖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是 值得你依赖 你依赖他 比依赖人更好 Amen 所以有几事情起来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要祷告 依靠 不要再依靠神 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聪明 人的问题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 依靠自己的聪明 还是不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就越走越歪 越走越远 越走越堕入灾祸里面 第三 当你在缺乏困境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 他就说相信 相信 看圣经 彼得天书第二章第六节 圣经彼得读 Verse 6 第二章六节 他说 维经上说 看啊 我把所捡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 安放在西安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羞愧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羞愧 意思说你相信他 你不必羞愧 上帝要让你抬起头来 上帝要改变你的生命 上帝要提罢你 上帝要帮助你带你的脚步 使你走过难关 因为你是他的儿女 你哪有看着你的儿女死的 我告诉你 没有的 更换一个天赋 所以你依靠着他 但是问题就在哪里 人总是相信不久 就是你 人总是不能长久的相信 这个是问题 我问你老公说爱你 到底他应该爱你多少年才说爱你 他三年后他觉得不爱你了 他是不是在爱你 或者二十年后他说 哎 没了 我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 没有不爱你 可以 这个叫真爱 你穿戒指的时候啊 你的戒指是什么型的 圆形的 那个戒指代表什么 代表着定情信物 叫做永不止息的爱 永不止息的爱 就是永远 永远 不灰不见掉的爱 你答应他呢 他也答应你了 这才叫真爱 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 他死的时候 那什么是相信 多久你才算是相信主 相信一年吗 很多人相信一年就没答案了 相信三个月吗 六个月吗 六年吗 就离开主了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告诉你在困境的时候 你更要相信主 你要排除忘乱 坚持到底来相信主 相信主一定帮助你 主与你同在 而且你是上帝的儿女 他不会丢弃你 他不会使你羞愧了 你必须坚定的信念来继续走下去 这样子的 我没有看过一个人死掉了 没有了 这样子 像基督一直走摇摇摇 摇进摇摇 一直走了 一定看到曙光的 一定看到阳光的 一定看到光明的 我以这个小小的经验 二十年的事奉 段日子 在我个人里面 不要讲其他 在我个人里面 我没有看过 一个相信主的人 堕落的 堕落的 没有了 只会看到相信主的人 他们还有很辛苦的阶段 不过他们继续属灵 继续依靠 继续坐下去 继续荣耀族的名 看到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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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站起来 而且越来越火星 我只有看到 佛邪的很多跌倒 佛邪的很多犯罪 佛邪的离头上帝的旨意 佛邪起来的时候 就叫奥里开神 我看到这个很多 很辛苦依靠主的 没有一个跌倒的 没有一个 在我的生命里面 在我的经历里面 所以当你在困境的时候 你需要做什么 你需要打票 你需要依靠 你需要依靠 相信 为什么我要你这样做 因为你会束短的困境 大家说束短 束短 困境 你会束短的困境 你会束短的困境 他有告诉你 上女的爱你 他心软 就算你犯罪了 你因为犯罪而跌倒了 你犯了最大的罪而跌倒 那我告诉你 各位姐妹 当你祷告 遗开 依赖 相信的时候 上帝是心软的 他一下子就忘记 你的不好 一下子就忘记我罪 一下子就圆满你 因为他的心就是爱 你的儿女 我的孩子会当 我骂他 他一直哭哭哭 我又心软了 什么东西都在给他 我的天父的心也是这样子的 明白吗 你是天父的儿女 他对你也是这样子的 你看大卫王犯罪这么大 杀人老公 抢老婆 但是为什么上帝还称他 后悟他心意的 他跟扫罗湾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他懂得在犯罪过后 快点回来 快点依靠 快点祷告 快点回来信靠主 信靠主 那把他摆扑起来 横摇爬都变下去了 很快上帝忘记他所作的 又再建立他起来 坚固 坚定他的王位 他就肩咐 就算是犯罪 你要速断你的困境为ada 很多人不是这样子喔 打共他犯罪过后 或者做错了 困境领导了 那听众姐妹 他们还坚持 起见 继续背逆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困境来到 他们生命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哪里 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出难间 一套 但是有几件事情 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祷告 依靠和相信 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不能做的 叫给上帝 如果有罪的 就快一点回来祷告 认罪 但是还突然不是的 很多人明知道 还是误犯 很多人明知道 还是继续背逆 那听众姐妹 是基罗里睡 上帝有时候要调整 你的生命 困境来了 要跟你说话 你如果是属灵人 如果你是明眼人 一太 我知道 我给神主 我这样知道 上帝不喜欢 变我 上帝也在做什么呢 更当然祝福 你不变的话 上帝很多很多 划到你的时候 就延长困境的时间 如果你懂得知道 上帝的心呢 你的困境就束短了 上帝祝福你 但是有一些东西 上面要过碎了 真的 上帝不洗液的东西呢 你选择背逆下去 或者选择 回来祷告 认罪 重新让主来见你 当你选择背逆 你的时间 当然很长 你没有一个犯罪 都有好下场的 无论你什么理由 犯罪 无论你什么理由 是被你都没有下场的 因为我看了这几个星期来 这两三个星期前 有一个大新闻在马来西亚 有个荷兰基的 这个孩子少年被绑票 有没有 这个个案是一个很滑稽的个案 很fummy 为什么这个人 组织了去绑架 荷兰基的少年呢 因为他要结婚 然后他一绑架 分到钱过后啊 他即刻带他的 这个女朋友啊 他的未婚妻 去法国旅行结婚啊 花那个最奢侈的 那个最最最豪华的 那个法国的拍照 去法国拍照啊 拍到一半的时候呢 他的家属就是 女的家属 男的家属呢 打电话过去法国 告诉他们说 政府通缉他们 管得他们 原来他嫁给一个 把他撂肥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这个人就急 就很急了 这个人就就就就 确认了 那个男朋友 投降 自首 他没有必要 他自己坐飞机回来 报警 家人就挖了枪 挖了三十千出来 就交给警方 一个人被抓了 知道 怎么为了 结婚 竟然就绑掉了 拿了四百千了 结果就是这样的 婚也结不成 你人也跑掉 钱也没有 再加上坐牢 不知道有没有死心 不到 绑架是死心的 兄姐妹 当你在 面对困境的时候 可能就是有问题产生的 兄姐妹 当你有问题产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困境来了 我们要怎么样 速短这个困境 非常重要 兄姐妹 当你困境来了 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知道有问题的时候 你不是越走越远 而是要回来 回来依靠主 当你回来依靠主的时候 当你回来祷告 回来依靠 回来相信主 回来生命改变 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要清楚地明白 你是上帝的儿女 他必定救你 因为你天父的心是软的 你的天父的心是软的 他要速短你的困境 然后你的困境 变成瞬间 看这个人 这个你认识吗 这个人是台湾人 他是医生来的 他是精神科医生来的 他的名字叫 许超院 许超院 他的妻子叫 王树成 热成 王树成 他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雄德院区的医师 专治疗精神科 这个人不久前 在2009年 雅腾去到北京滑雪 或者坐了一辆雪车 来不及刹车 太快了 创铁柱 然后他就创过去 四肢的肋骨断掉 因为没有及时的 就医地方 他又不懂路 自己又语言不通 他就拖啊拖啊拖 拖到过头了 医起来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受损了 本他整个半身瘫痪 一睡醒就瘫痪 不能走 这个人瘫痪 他经历了bad time 很糟糕的时刻 他根本介绍不了 自己是医生 现在自己变成病人 他推病人 现在人家推他 坐在轮椅里面 而且他的医生 就开始要坐在轮椅里面 他小编出问题 自己没有试镜 他自己整身 下面都没有感觉 他差不多要崩溃 但是两年前 这个人过后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他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得到释放 他生命开始改变 上帝吃他喜乐 吃他力量 他回去他的意念 回去他医院 开始作为他的医生 他发觉到这次他回去的时候 跟往常不一样 他做的能力 跟那些做的能力的人 靠这里给药 他发觉这一切 来看病的那些精神病的人 因着他的见证和生命 被改变 他比以前更加有能力 为什么正在谈 他前面的被那个精神病 医院症的 医院病的人 医院症的病患者 更加面对更大的问题 而且那个人来指导他 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然后他不止这样子 他开始筹划 成立台北市 鸡嘴 损三色 赴基金会 激励改善 生脏者的促进和法律 他开始呼吁政府 开始办活动 开始推动活动 来看重残障屋事 后来他建立了一个基金 叫鸡嘴损伤基金 就是帮助那些 那个鸡嘴骨受伤的 然后做人以医药经费的 长期残障的 在复利工作上 慈善工作的 激励的去建造 他的生命突然死了 这样子 他是边对 但是因为他有耶稣 他靠着耶稣 亲近耶稣 所以上帝输短 他的困境 使他的困境转为 顺境 好快 他站起来 他更加有名貌 更加多人尊敬 更荣耀神 为上帝 你会接过者 你选 你在顺境的时候 应该怎样对神 你在逆境的时候 应该怎样对神 你自己选 各位姐妹 诗篇第三四天第四节 三十四天 这里诗人这样子说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繁养望我的便有光荣 他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不求 耶和华便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的破坏 耶和使者的敬畏 他的人视为安宁 他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 感谢主 各位姐妹 当你在如何推断上帝的时间 如何使上帝的时间 在你生命里面 你如果面对苦的话 短起来 负的话 长起来 顺境的时候 你应该做的是干什么 是否 追求 大家说感恩 感恩 是否 追求 为什么 因为你会延长你的顺境 You will extend the good time 那你在意境的时候 顺境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祷告 祷告 依靠 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速短你的困境 You will shorten the good time 感谢主 各位姐姐在一起 感谢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